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整家人都是佛教徒 只是在寺院拜拜 没有再更深地了解佛经里面的意义 佛祖的教育就叫我们走入人群 艰苦自福 以前是觉得自己很苦很不幸福 之前跟家人的关系 因为钱的部分会闹得不开心 因为那时候的物质享受会比较多 不像进了慈祭之后 所以那时候看钱会比较重 觉得没有钱了 就是好像没有了安全感 参与慈祭之后 知道自己够用够吃就好了 如果有多余钱还可以去布施 在大院子之前我阿姨跟我讲 不想送妈妈去老人院 因为如果你送她去 她会很乖乖的生 但是那时候我只是想到我自己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很自私的 我跟我兄弟姐妹说 我不要在家里 我要出去工作 想起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妈妈是一个人 照顾我们五个人 反而现在我们五个人 找不到她一个人 要送她去老人院 真的是行校要及时 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工作 我可以放下 我不要做 我要全心全力来照顾妈妈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知道有这样的答案 我就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为自己后悔 其实妈妈的教育是 可以帮助别人是更好 也不要去伤害别人 也不要去憎恨别人 以前妈妈常说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 说她不好 你回来不要跟我说 对方是谁 说她不好 因为这样她会 失去一个朋友 所以她时常叫我们是这样 在慈基里面 时间比较充裕 所以我不会再有很多时间来去想 那些不该想的东西 烦恼反而减少